李克勤绝对是张学友最怕的歌手 你参与有我都不敢当 2016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李克勤一开头差点砸了张学友的范围 曾经谈永林志霸党约的李克勤 时隔一年首次复出选择了《我是歌手》 他用86年最惨的遥远法 造进一年前在蒙面歌王的心 其实早在李克勤还未曾出道前 就已经埋下了符笔 因为在当时李克勤和张学友 是参同一档歌唱比赛出道 所以这次李克勤在确定要唱他的歌诗 不顾主办方的反对也要去请教歌诗 张学友仅用一句话来助他破绝 表演他比较适合李克勤 他是比较内念一点 然后后来就深情一点 对对 就是我要帮你选择 2016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李克勤却遭到了其他歌手的质疑 因为在其他歌手看来 即便当初在张学友的帮助下破局 但最后还是获得了最后一年 而面对所有的不敢 李克勤却只能将所有的不敢唱在歌里 不相信会绝望 不敢作高惆怀 在被梦里竞争 每日拼命尽 不过的风雨泪 不忌的性与罪 虽然李克勤最终被歌手节目淘汰 但放眼半个香港乐坛 能和谭永林在演唱会上不分上下 李克勤绝对是第一个 而在两人第一次开演唱会时 不仅开展的奖项 以至于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当他和周深同台飙哥敬演时 不惜自己失误也要为周深开路 这绝对是周慧明最恨的一首歌 出于周慧明始于周慧明 其实早在李克勤还未出道前就埋下了夫妇 当初在十大竞歌的颁奖典礼上 让李克勤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为周慧明创作的一声不变 却让他斩获那年的金曲奖 直到五年后的某天 李克勤更是亲手送给了周慧明一首歌 九三年周慧明推出的专辑最爱 其中最爱这张专辑 由李克勤填词中道美雪普曲 一切都如李克勤在歌中那些的那样 无法隐藏对周慧明的热爱 虽然在情爱之中没能如愿 但是他们的有爱一生不变 直到周慧明演唱结束后 李克勤这才知晓自己的深情只中于此 而周慧明也在事业最巅峰时选择退出乐团 一切都如李克勤在演唱会上唱的那样 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